我今天在蒙地卡羅酒店裏面有一間餐廳 我上次也介紹過 但網友說現在出了一個特別是很划算 但我來到的時候 這是外賣的 因為我上次是唐食 但來到的時候 服務員就說已經是換了 要換的了 我不知道你來到的時候有沒有這個命令 這個星期日之前還是的 打後就說會是這張 我二選一裏面 我覺得這個還是我 因為這個比較多肉 我都是支持這個 這個下一次就是這張menu 我現在數一數你們自己看一下 其實都想試的 它會減了一些肉 給了一些蝦 但我喜歡吃肉獸 下個星期有豬扒和雞扒 你選擇有分別的東西 這個就只有一個 這個 是 遲些就會多些選擇 現在的外賣special就是這個 但這個德國搶我 很想試 我們都是吃肉獸 我今天還有賣這個 我們最喜歡吃這裡的豬扒 好 好 我就點這個 先說一下 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走完Evergarden 上來北邊的時候 找東西吃的時候 其實本來是打算下午茶 但是我們 Q仔在車裡 就無謂放那麼久 如果下午茶就是這個menu 那就可以了 有些是可以自己選擇 但我們就買外賣走 就買了一個外賣 我是買回這個餐的 因為我們真的喜歡肉類多些 在這個menu time 其實他說下個星期就會有這個出 但現在都已經準備好可以買的 我們買完東西之後 就覺得 咦? 有個牛腩 他都聊天之間 有牛腩可以試一下 但我又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於是老闆就說 我送一小部分給你試一下 那我就 OK Youtuber有優惠 他送了一小部分給我試試 是個牛腩 我儘管平一平 行不行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選擇的 有這個 這個 其實這個都還有的 有很多單點的 OK 但我們試不到那麼多 回去試牛腩 行不行 回到家 我攤開了我們 29-30元 買到的東西 眼見這裡這麼多 首先 其實我們最想吃的就是 一個小腸 小腸 還熱 還在出煙 其實這個腸好吃 是 這個腸不鹹 很多時候 這些腸會偏鹹 但這個有一股香味 清淡淡的 有一股smoke的味 還有一些香草 這個豬肉 就是豬肉 好吃的了 喂 豬肉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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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的手掌 這麼大 這樣 就 好 大小姐 刺了出來給我 入味 鬆軟 鬆軟 對 這個豬肉 沒什麼投訴 它會有些 剛才是有些 mustard 那些味 honey mustard honey mustard 對了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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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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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這半嗎 給你半粒 是雞腿肉 它有些 有些類似鹽素雞的味 有些五香粉 五香粉味 嘗嘗 嘗嘗 湯 湯 不用嘗 嘗嘗 嘗嘗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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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盛一盛 口感不錯 意粉 做到那個 硬硬程度起度 還有些 tomato sauce tomato sauce 不錯 還有我經常都說 外賣的東西 你就真的要看你的車的距離 如果你住得遠的 硬還有一個小時車回家 什麼都不好吃 我家就大概是15分鐘車程 那這次的味道應該不會改變得太多 那 反而我不喝的 這是什麼 這是蘿蔔湯 蘿蔔湯 不是南瓜 南瓜我不吃 這個 很好喝的 這個 如果以這個價錢 整個消費 但老闆說他下星期轉另一個 總之他三個都有 你們自己 這個都有 他就說 因為太多人 覺得 現在這個餐 太多肉 因為豬扒 真是 堅大塊 但他都有很多 宿米 那些 豬扒 堅大塊 你二人套餐 絕對夠吃飽 而且味道是好的 如果一個人 如果一個人 還可以 所以他改了餐 亦會多了些 蝦 那些 但是這樣 講完另一件事 老闆說 喂 我有個牛腩 好可行的 我說我這裡也搞不定 我怎麼吃牛腩 我給你試試 好了 老闆你夠膽 叫我試 我也儘管試給你看 這份 就是老闆送給我的牛腩 還有些 不過我只拿一個碗 筆出來 既然這麼有信心 叫我去試 送這個牛腩給我試 我又試給你看 這裏要說清楚 蒙迪卡諾院裏 那間餐廳 其實是香港人運作的 它就會做一些 好像有些港式的味道 有枝竹 有蘿蔔 牛腩 那我試試 蘿蔔多甜 還有 還有留下的咬口 因為我不喜歡吃的太軟 這個有少少咬口 剩下 這個牛腩 應該是 手指腩 這應該應該是手指腩 應該是 香港的口味 牛腩最怕柴 說過很多次 我們就試試 試試試看 不會搽 因為用手指腩 你就不會搽 還有一些油脂肪的味道 大小小姐剛才吃了 豬腩 我先做一塊 豬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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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油脂 有些分布 有些油脂 有些分布 是比較平均 裡面就不會變得柴 這個部分 其實是很難做得柴 這就是 番外篇 就是說牛腩 其他 我最欣賞的是 豬扒 它的味道很特別 豬腩 是好吃的 這個湯 剛才好像沒有試過湯 你試試 試完湯 蘿蔔湯 蘿蔔豬肉湯 蘿蔔豬肉湯 蘿蔔豬肉 舒服的 因為我剛才看到 好像以為是 南瓜湯 南瓜湯 我不喝的 如果以三十塊 那麼 這裏 這裏的消費 不能輸 輸便去夜宵湯 不用 有沒有給我地址 是的 地址 是Cash 而且是Tickout 其實我很少拍攝 Tickout餐 但是這個有些划算 所以我也買了Tickout 回來